Hello大家好,我是班大师,欢迎来个本期大师,观战来观战把宠爱的小丑,咒术祭司,咒术打小丑真的很厉害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老观众应该知道之前也是看那个宠爱得把小丑军工场打一个咒术啊,真的能打出很好的效果的,小丑见到咒术,小丑呢我觉得现在最烦的应该是昆虫,其次呢就是咒术了,咒术其实也挺烦的,这边的话低波推进器, 绕过来 好的,这边看一下能不能打一具啊,不打也行,其实这边不打也行,因为是佣兵嘛,不打也行,那边过来找到咒术祭司,找到咒术祭司前期咒术祭司这边应该是要吃一具的,然后小丑可以闪现一刀带走,但是咒术祭司一旦被救下来以后,他如果说这边有留着的话,我觉得小丑并不能够很好的将其带走,这边要散 咒术祭司,这给打中啦,太,哦,一声 那这刀打中,小丑留下这个闪现,不是个地下室,没事,地下室有祭司,剧本还是可以写的,剧本还是可以写的,祭司好像没有来,我不救人,哎呀你别不救啊兄弟,你不救这佣兵,远在天边,这怎么办 快走远离地下室,咒术祭司自己也不希望队友来救吗,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救一救的,为什么可以救一救呢,咒术祭司打小丑,不过主要这小丑闪现没有交掉,小丑闪现交掉的话,我觉得真能救 而富贵显中球,爱拼才会赢,因为这个局如果不救,一波挂飞,都不用挂飞,挂半小丑就顶出来打了,他看到外面满街的一个躲动,他过半就顶出来打了 这边火球,土球吗,土球的话刚才其实跟过去,这边是有机会打一锯的,有机会能打一锯的,祭司压着,来回左右,好的,那这样的话小丑是有底牌的,你但凡赶下去救人,你就别走了,人救不下来 嗯,这个局趋向于一个小丑,宝瓶真胜,我只能说现在是一个宝瓶真胜,你说他一定能赢吗,也不好说,也不好说的,因为毕竟是小丑,小丑的话他的一个天赋是没有在挽留的 所以穷者还有盘活的能力,火球封你技能,好的,那这样的话祭司应该是拉大洞找佣兵了 这波大洞如果能拉出去找到佣兵状态补好,球者还有得打,球者还有得打 还有一圈没排到,好,祭司找到佣兵,那这边抓杂技,也能抓,因为杂技的火球已经焦掉了,他没有后续的火球 这边宠爱只要能压住这个点,减速球随便,对吧,然后再一个闪现带走 球者手里面不知道祭司有没有薄命,祭司如果有薄命有两个薄命的话,可能还好写一下剧本 一个薄命,这边先拉开,祭司要修一台机子 祭司先要修一台,祭司的机子选择的话,他只能选择船下面这一台 小丑这边闪现一刀带走,板子破掉将人挂上 还有的,还有的盘,还有的盘,只是小丑如果说打偏控场的打法,那我在上级来看的话,应该是没得打了 但小丑如果说守着的话,也不太可能,毕竟他是宠爱,我也不用去盘怎么守着 他手里面三个推进器,看到这三个推进器的时候,我觉得这局已经结束了 他得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小丑才有可能让穷者尝试去打一个三人开门战 但也不一定能保得了平,保平的概率依然最多只有10% 一个护臂跳过来 这边还可以压一个落地刀 国义,来记得差太多了,这边的话能追一个双岛的 这边用兵一个护臂跳,用兵的护臂刀跳得不错 但这边的话,等到杂技倒地挂上以后,他可以直接拉推进器出去找用兵了 看外面没马迪斗斗的一个状态,就知道祭司的位置了 这边祭司的机子能修开,佣兵来补,好 想修机子是吧,机子是不可能给你们修的 白板佣兵,这边没有任何交互点,倒地,好,走回去挂上杂技 再补一个推进器 这个推进器应该是用来挂上杂技以后去找祭司的 因为这佣兵刚才是吃了钻头的嘛,所以说 也行吧,怕杂技教自己 就达兵教自己,他这个地方没有交互点的,教自己也不行 好像也走不了 不过还好吧,他反正有钱嘛,对不对 富豪家的小丑,推进器多的是 防一波,求稳,防一波,反正最后台机子两边修过的两台机子你都碰不了 找到位置了,好,打一刀 其实可以打一刀,因为他这一锯的话,祭司是一定救不了人的 这个位置没有太好的一个打动点 好的,那么也是该那个不及,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